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人工智慧寫得出劇本而且裡面的內容讓人覺得有一點點kinky and absurd kinky就是讓人家覺得有點kinky怎麼說呢 就你有一些奇怪的癖好kinkkinky 像好不好舉例子也不太好舉例子說實在的 例如你喜歡女生的腳或者是你喜歡被尿尿在身上 對不起講得有點噁心 但那就是比較kinky的被綁起來或什麼這些 那就是BDSM嗎 我們會覺得他有重疊性 那我們還有一個詞叫做什麼什麼屁 例如說戀物屁啊 異味屁啊 喜歡聞奇怪的味道啊 或者喜歡女生的高跟血之類的 那個詞叫做fetish 所以fetish跟kink這幾個詞我認為他都有程度上的重疊性這樣子 所以什麼屁什麼什麼屁號什麼讓人家覺得 好anyway所以 AI寫出來的劇本 AI竟然能寫劇本你看現在已經這麼厲害了 可是這事實上也不是說多新的新聞 因為我們早就已經知道有那種內容農場 你太知道我在說什麼 有的網站這個內容我看一看覺得 好像蠻有趣的就發現竟然這是電腦寫出來的 So you know AI has been able to generate content for us to read 像我們也會說新聞學這件事情就寫一些報導類的 例如說現在來個運動比賽 比賽完之後能賽後報導 可能已經快要不需要人去寫了 因為你只要有那些數據 電腦可能就把它編出了 伸出來就誰誰打出了 今天打出了幾隻安打 然後得到什麼分啊什麼這些的 這些應該都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東西 可是進到文學創作的領域我覺得的確應該是 It's a different realm 領域 realm這個字 OK 所以這個realm可能不見得是 剛講的sport writing 能夠去比較的這樣子 那但是他們說 這個新聞其實是大概今年年初的新聞 那年初的新聞這裡就說了 AI寫出了一個劇本 但是他kinky跟absurd 他說 the first AI written play isn't shakespeare but it has its moment 才加復甦 所以他不是莎士比亞啦 可是他的確能夠 火紅一陣子也不一定 像這個 somebody had his or her moment 這個片也常見到 所以誰誰誰 had his or her moment 這樣 那表達出來的意思就是 這個人啊 他曾經風光過啦 他風光過一陣子啦 那現在就是沒有了 所以這邊才用了簡單的一個過去式 那他這邊用的卻是一個現在式的 It has its moments Sure 所以他會火紅的喔 別忘了喔 別小看他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這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部分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整篇文章前面有點無聊 那或許你也覺得我前面的影言很無聊 那對不起啦 好 因為 我們再來看一個 這邊我覺得很不錯的 嗯 這裡說的就是 就是 他那個劇本走到一個部分的時候啊 裡面有一個小男孩問了一個 機器人的問題 他的題目其實 他的那個 這個 這個劇本的plot 其實就是 讓機器人去探索人類的各種的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好像主角這個機器人的樣子 所以裡面就有一個小男孩問了機器人一些問題 然後他回答出來的東西就讓人家覺得毛骨悚然 為什麼呢 好 我們這裡看一下 so note a particular scene scene 就是那個 劇本裡面的一個其中一景 這樣子 所以scene這個字 我們當然也知道他有那個 事件現場的意思 例如說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我們就叫他意外現場 或是車禍現場 the scene of the car crash ok so the scene of the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東西的現場的概念 像我們很多人喜歡看CSI有沒有 CSI犯罪現場調查 裡面的S就是現場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好這樣聽懂 所以 有那麼一個場景 note a particular scene where a boy asks the robot to tell him a joke 所以這小男孩啊 叫 機器人 告訴他一個笑話 所以講笑話這個詞 我們用的是tell 這個是高中會考的內容 you tell a joke you tell a lie so tell a story tell a joke tell a lie 所以這些的前面的動詞都是tell 那學校會怎麼考 可能用say 可能用speak 可能用talk 都是錯的 是tell 我覺得這很無聊 可是我有看到有人說 這樣才叫做教英文 雖然說我覺得這真的很無聊 可是我們的確台灣的學校 也會考這樣的題目 那你就聽聽唄 好 so 一個男孩 asks the robot to tell him a joke 我常常都會覺得 對不起我再抱怨一下下 我都已經唸這句給你聽了 你就看到joke前面是tell了 然後你久了以後 你去吸收進去了 我還需要告訴你說 這裡不是tell 是speak 這裡是tell不是speak 不是talk嗎 需要這樣整理給你聽嗎 需要這樣子真的 用teaspoon 把這些東西 整理完餵給你嗎 或許要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台灣人 就這樣學習的 那我也知道很多補教 是這樣教的 我包括我自己 可是 我常常會覺得 我每天生出來給你看這些內容 就是要告訴你 不用這樣子學 你只要看我的影片 然後不是不覺得 吸收這樣 so a boy asks the robot to tell him a joke 你聽完這個句子 你記起來了 淺陰默化了 以後如果看到 a boy asks the robot to speak him a joke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了 所以 你只要長時間泡在英文裡 你自然就不需要人整理這種東西給你看了 整理這種東西給你看 只是讓你背起來 然後你英文也不會變好 看我的影片就對了 ok feed information給你 好 anyway 來回來這裡 the robot says that when a boy gets old and dies and the boy'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re also dead he the robot will still be around wow damn so powerful 來再看一次 這個 robot就說了 說了什麼呢 用that這個詞句接下去 他用了when開頭 所以問什麼什麼 那麼另外一件事怎樣 當這個男孩 gets old and dies 所以老了 死了 and 還沒講完 以及當這個男孩的 小朋友 孩子跟他的 孫子 are also dead 所以當孩子跟孫子也都死了的時候呢 逗點後就是 下一句了 所以當這次都結束了 他 機器人 he the robot 所以他們把這個機器人設定成男生 will still be around be around就是還在 所以你會死 你的孩子會死 你的孫子會死 可是我還在 所以好像還蠻好笑 it's funny and at the same time 而同一時間 it sends shivers down your spine when a piece of metal is joking about your mortality 這句話還說得真對耶 什麼叫sends shivers down your spine 這個片語就是非常道地的英文 sends shivers down the shell 誰誰誰的spine spine是你的脊椎骨 你就 你的脊椎骨就發冷了一下 那個shiver就是 呼呼呼呼這樣 那他們認為這個 呼呼呼是從你的 上面一路傳到往下傳的 這是西方人對於 嚇到發抖的這種 鬼鬼祟祟的東西 讓你感到怕怕的 他們是用這種方式來形容的 所以當一個 所以好笑是好笑 可是同一時間 這個笑話 sends shivers down your spine OK 當一塊金屬 機器人嘛 當一塊金屬 when a piece of metal is joking about your mortality 當他開你這個 mortality的玩笑的時候 你會覺得 蠻可怕的 mortality mortal這個詞啊 就是會死的 生命有限的 所以人類或者 any living organism as we know are mortal 我們所認知到的 任何活著的這些有機體 所以我講的是 living organism so any living organism as we own as we know 就據我們所知的 are mortal 都是會死的 就是有mortality的 所以有像這有個 就是infant mortality 這在有些國家會有這個報告 就是我們這國家的infant mortality是什麼 就是 就是嬰孩的 猝死率嗎 就有小朋友生出來沒多久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死掉了 翻身沒翻對或什麼幹嘛的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infant mortality ok 好 所以 當一個機器人開你的mortality的玩笑的時候 所以希望你這樣子懂了 那再換一個詞 就有mortal 那有沒有immortal 有 那他有immortality 他的名詞 說mortality可以變immortality 就是長生不老 長生不死 ok 所以有什麼事是immortal的呢 有時候我們會拿來說作品 這個作品是一個immortal works of art 所以永垂不朽的 這裡可以翻譯成這樣 那因為他不會死嘛 一樣的概念 所以immortal還會用在什麼地方 例如說吸血鬼 吸血鬼都不會死 或者也不能說他們不死 是不是他們故事裡說的是 他們壽命是至少幾千年 或什麼起跳的 所以這邊還是會 也會變老 可是 they don't die as easily that's the point 好 所以大家懂immortal 跟immortality的意思 ok 所以 看到這邊可以 我們再多看一段 So the AI author was also a bit kinky 所以這一個 人工智慧的作者 劇作家 也有一點點kinky 就是有一些小小變態變態的 所以他說啊 sex and violence keep showing up in the script 所以在這個劇本中 性跟暴力 一直出現 我前面沒有帶同學走 因為我覺得那邊很無聊 但我想要稍微說一下就是 他到底怎麼伸出這些內容 他主要就是在網路上一直爬 爬我們人類寫出過的內容 然後他就從那個內容中認為是 就以那個為本 然後把它伸出他所創造出的東西來 所以後面就說了 爲什麼性跟暴力一直出現呢 so in one of the scenes excuse me an initial prompt about euthanasia ended up in a fight between characters about who had whose finger in whose anus 滿好笑的 ok 所以在其中一個場景中 那他我前面也沒有講到的部分是 他們會一直用 因為AI不能憑空伸出東西來 所以他們會給他一個prompt prompt這個字不好解釋 最簡單解釋就是出現 或者說我點你名字要你做什麼事 prompt you之類的 所以prompt這個字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講一個 給他一個句子 那那個句子就成為一個prompt 所以電腦可以從這個句子來發展他的故事 所以他們稱他叫prompt 所以一個initial的prompt有關什麼呢 有關euthanasia euthanasia這個詞 越來越少見到了 那他是什麼意思呢 他是安樂死 所以euthanasia euthanasia 後面竟然出現亞洲這個字 這個字也蠻好笑的 anyway 那為什麼現在少見安樂死 這個字就大家都知道意思 然後會覺得他太直接一點點 所以現在有時候看到的詞是assisted suicide 協助自殺 也有這樣子 這個說法 好anyway 所以這個給他的一個prompt有關於安樂死 最後結尾竟然是ended up in a fight 就出現了一個 就you know 他前面講violence 所以這邊變成一個打架吵架 between characters 所以在他的角色中 有關什麼事情的打架呢 about who had whose finger in whose anus 就誰的屁眼插在 誰的手指插在誰的屁眼裡 他們在 吵的變成是這件事情 或打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這還蠻好笑的 然後下面又說了 Don't blame the computer 就你別怪電腦喔 所以這個 AI的作者說 他的名字我真的念不出來 Costech So the AI only reflects what people have been writing about on the internet 所以我剛剛說的 AI只是反映出 人們在網路上寫是什麼東西 without any filter or shame 沒有任何的過濾 也沒有任何感到羞恥的部分 所以總之他看到什麼就寫出什麼 So it's like a child that listens to his parents at hom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n't talk about in public 所以這樣一個小朋友聽到 父母在家裡聊一些 他們在公共不會講出的事情來 那聽完了之後 小孩也就複數出來 然後父母就覺得 你怎麼講這個 因為小朋友在聽到 你跟你老婆在臥房講的東西啊 Right 所以他沒有filter 沒有shame 他就直接說出來了 OK So he said the kid goes to school and starts to talk about it openly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AI講出了這麼多的性跟violence because that's what we all talk about on the internet I suppose Alright 好所以 OK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這樣的內容 我們講的 今天講的內容 其實也算是有那麼一些啦 就包括有講故事的部分啦 然後send shivers down somebody's spine 然後把摩托這個字講了 補充了比較多的部分 mortal跟immortal mortality infant mortality OK 不會死的 immortal 不朽的作品 我希望我的頻道不會死掉 不會有一天我會死 如果說YouTube不會倒的話 我這些兩三百集目前的節目 我是希望我以後可以做到幾千集去 那只要是我能做下去 我會繼續做下去的 S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I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